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十一个案例 十一个案例当中给大家 其实布置了一个题目 就是我们如何去估算 通过Vershack抓包来找到网络当中的用塞点 我们在之前在进阶片里头 是不是算过一个网络的吞吐量 还记得那会儿算网络的吞吐量怎么算的 吞吐量 OK 它的算法是这样子 吞吐量一定要知道它的窗口是多少 65535 还要去知道它的RTT 就往返时间假设说0.1秒 OK 知道吞吐量 知道往返时间 它们一除就知道我的吞吐量了 然后把单位该画的话 最终算下来 如果一个窗口是6535 它的往返时间是0.1秒 它的每一个TCP session的吞吐量大概是 5.3 5.3 MPS 就是BPS 5.3兆 明白 是吧 OK 一个TCP它根据你的窗口和RTT 能够算出你的吞吐量 OK 好 那当时算的算的这个吞吐量 其实是一个 其实是你 是你一个TCP窗口是65535 RTT 是0.1秒的一个理想的吞吐量 能听到吗 这是一个理想吞吐量 OK 有人说 那它的窗口是65535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实际的吞吐量吗 当然有了 你的窗口不是一直在滑动吗 对不对 哪有时候窗口一定保持65535不变的 理解为什么 所以对于一个TCP stream 一定是一个理想值 一定是一个理想值 那么我们现在要算的 其实是网络当中的TCP流当中的拥塞点 这是一个实际的值 拿着TCP抓包 就可以根据它的数据包 大概能够算出来 一个TCP的stream流 大概它的拥塞点是多少 它的拥塞点就是 这个流能够传的 最大的 在网络当中能够传的最大的流量 这叫拥塞点吧 再超过这个流量 它就丢掉了 明白为什么 这叫拥塞点 OK 就丢了 那么想一下 我们该怎么去算出网络当中的拥塞点 这里要想的 好我们来思考一下 这边有三个概念 计算拥塞点的时候 我们要讨论三个概念 第一个 实际抓包的过程当中 由于网络中存在延迟 所以数据的发送方和接收方抓取的数据包 就会存在以下的不同 但都属于正常现象 什么意思 大家看一下 理想状态 客户端到服务器 一号包 二号包丢了 二号包发过去 我是不是给你回一个ACK 两个包确认一次 对吧 这很正常 三号包确认我 五六七确认 七八九确认 这是不是我们的理想状态 但实际我们抓的包 却跟理想状态不一样 想想为什么 有时候你会发现 三四号包发过去的时候 他才给你确认三 ACK三 五六包发过去的时候 他才给你发ACK五 七八发过去 他才给你发ACK七 理论上这里应该是发ACK九吧 八都发过去了 九十发过去 他才给你发ACK九 为什么 在抓包的时候 存在延迟 存在延迟 啥意思呢 就是我们在 我们把一二号包 他一二号包发出来的时候 理论上三号包 ACK三应该就回过来 对不对 但是 有可能 有可能什么呢 有可能我在网络当中的延迟 我就是 我这个四号包 就是要比你的ACK要快 四号包就是比你的ACK要快 那四号包可能到达了服务器 ACK才到达你的口端 这叫延迟 这叫延迟明白吗 就是你在网络当中看到的 其实这个包 我们我们去判断的 应该这是理想状态 但是这些包都堆在一块发的时候 都堆在网络上一起发送的时候 那他们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延迟 到底是谁快谁慢 我也不知道 对不对 谁快谁慢我也不知道 所以说就有可能出现这种乱序 很正常的 跟我们预想的不太一样 这个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我们不关心ACK到底是不是按顺序来确认 我们关心的是 数据有没有安全可靠的在传递 这是TCP要关心的 OK 那具体怎么乱 它不管 好 这第一个概念 再看第二个概念 看第二个概念 网络的承载量 网络的承载量 比如说这是我的网络 我的网络当中放了很多很多很多的数据 我的网络的承载量 就是一个需要计算的值 也可以说承载量 是已经从原仓库发货 但还没有到达目的地的包裹数量 我们先不讨论网络 我们就讨论双十一 我们双十一快来了 对不对 双十一马上到的时候 双十一马上到 我们要去测算 所有的快递 能够就是一天当中 能够发送的全国包裹的数量 我们应该怎么去测算 发货房 收货房 我们要测算整个全国一天当中发货的吞吐量 我给大家一个路子 怎么算呢 是不是应该 你已经被你签收过的 能不能算在路上的能力 我们要测算的是整个的运货的能力 应该是正在发的 对不对 是怎么测算 应该是从发送方发出来了 但是还没有被收货房确认的 发送方已经发出来了 还没有被收货房确认的 说明这些货应该在路上吧 我们把所有的从发送方发出来的 所有的没有被收货房确认的 发出来没有被确认的这个数值算出来 是不是这些算出来的所有的包裹都应该在路上 明白我意思吗 我们这时候算的所有的包裹应该都在路上 理解了 那把这所有的包裹全算出来 你就应该知道这个路上现在有多少个包裹挤在路上 这就他最大的用塞点 能理解吗 OK OK 好 那这个怎么算 所以呢 我们应该要统计的是 从原发出来的所有的货 但是还没有到达目的地的所有的包裹的数量 TCP是最好记的 因为它有确认机制 我把它发出来 我把所有数据包发出来 但是没有被接收方得到确认的 那就是在路上的 所以在网络中是已经发出去的 但还没有被确认的字结束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网络的承载量 明白我意思吗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网络承载量 好 如何计算在图的字结束 也就是如何去计算网络的承载量 在实际环境中 同一条网络的路径 是由多台主机之间共享的 这个不用说 大家都用一台网络 都用一套网络 对不对 根本不知道多少比例的宽带 是分配给某一个TCP连接的 带宽就100兆 你有四五个或者四五十个TCP流 他们是平分这100兆的带宽吗 那我根本就不知道 在每一个流占用的带宽量大概是多少 我们可以用这种方法 用WorldShark 用现在的这种方法 就可以推算出TCP的连接 在网络拥塞的时候 最大的承载量是多少最为合适 就大家都挤在里头 如果你网络发生拥塞的情况下 我这时候来计算网络的吞吐量 或者网络的拥塞点 拥塞量 这是最合适的 那些为什么 我大概就知道 给某些TCP的流分配多少 大概是合理的 对吧 给某些流分配多少是不合理的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种测算的方法 大概的测出个大概 大家都挤在一个网络里面 那么四五十个流 我可以通过这种测算的方法 大概算出来每一个流 所占的带宽比例是多少 OK 所以在数据接收方的抓包里面 是看不到在图自结束的 没有分析意义 看出这句话 在数据接收方的抓包里面 接收方抓的包里面 是看不到在图自结束 没有分析的意义 接收方 对不对 所以必须在数据的发送方 抓取的数据包 才能用来分析在图的自结束 我们要在发送方去抓包 接收方没有必要抓包 听懂我意思吗 OK 好 这是第二个概念 所以第二个概念告诉我们 如果要计算网络的承载量 就应该考虑的是在图自结束 我们要把在图的自结束算出来 其实就把这个网络的承载量算出来了 这是第二个概念 第三个概念 网络拥塞点 就是发送方一口气 向网络中注入大量的数据 可能超过该网络的承受能力 而导致用塞 这个足以触发 用塞的数据量 就称之为用塞点 一下子放了很多数据 导致的用塞 那么一下子放进去的这个数据的量 就可以理解为是我的用塞点 现在讨论的是一个用塞点 用塞点和在图自结有什么关系呢 如何算出用塞点呢 大致的可以认为发生用塞的时候 也就是发生重传的时候 在在图自结 就是该时刻的网络用塞点 懂了吗 它有一个判断点 你把所有的数据全部丢在网络上 不一定这个就是网络最大的用塞点 或者叫最大的吞吐量 你的网络带宽够大的情况下 你把任何数据 把更大的再大的数据放在网络当中 它都能传 对不对 所以它的意思就是 你把网络的数据放 你把那个TCP的数据往网络当中放的时候 出现第一个重传的时候 说明它已经到了网络的上线了 所以说我们应该计算的是 在网络发生重传的时候 此时网络上的在图的自结 就应该是我的最大的用塞点 能听懂这个意思吗 所以估算用塞点 其实就可以简化成 找出用塞的时刻 它的在图自结数 就是我的用塞点 一定要有个时间 不是对吧 不是你随便上去找一个 说在图自结 是没有用塞的情况下 你去找它的在图自结 那不是它的用塞点 理解吗 那么我们在TCP当中怎么判断 怎么去判断它用塞了 是不是发生重传之后 它就是 可以理解为它就用塞了 明白为什么 都已经重传了 说明那包被挤掉了 OK 重传就可能它用塞了 就说明它用塞了 OK 明白的意思吗 每一个流的重传点 可能不太一样 拥塞点也可能不太一样 取决于每一个 塞线的窗口 OK 所以我们现在计算的是 每一个TCP string 它在 它在这个网络拥塞的时候 每一个TCP string 它在网络拥塞的时候 最高的拥塞点是什么 我们是这么算的 来我们看一下 拥塞时刻的 拥塞时刻是连串丢包的 丢包之后就是重传 而Vorshack能够标识重传 所以可以先从Vorshack 从找到一连串重传的包的第一个包 要找到第一个重传的包 再根据重传包的序列号 找到原始的包 我们可以根据第一个重传的包 去找到原始的这个包 重传包应该算第二个吧 对不对 重传的第一个包 应该是你这个原始数据包的 第一份复制的那个重传的包 比如说A这个第十号包丢了 第十号包丢了 接下来是不是要发生一次 针对第十号包的重传 所以要通过重传的包 去找到原始的包 对不对 重传的包去找到原始的包 最后来计算该原始的包 发送的时刻再图字节 这个再图字节就代表了 此刻的拥塞点的大小 所以计算拥塞点套路很简单 先找一个流 对吧 找到这个流当中的重传 然后再通过一系列的重传当中 找到第一个重传 对不对 那么找到第一个重传了以后 再通过第一个重传 找到原始的数据包 那再通过原始的数据包 再去估算出 原始数据包以上的 再图字节 听懂了吗 原始包以上的再图字节 明白 OK 就这样算了 来我们举个例子 来我们举个例子 看一下 计算网络的某一时刻的 用在点 我们抓到一个包 比如说 通过 exploit infer 能够找到重传的包 248446 248446 这是一个重传包吧 我们通过这个重传的包 通过 然后通过tcp.序列号 它 重传的序列号 应该是跟原始序列号是一样的吧 我们找到这个序列号 序列号是1380 序列号是啥 序列号在这 就是116 就是根据重传的包的序列号 找到原始的包吻 是248238 看到了吧 怎么通过重传的包 找到原始包 是通过序列号来查的 你解释什么 重传包的序列号 跟你原始包的序列号 应该是一样的 所以在这里 我们通过重传的包 找到原始的包 原始的包是248238 看到了吗 然后点击248238的包吻 清除这个过滤表象 就找到 就定位到了248238这个原始包 听到懂这意思吗 好 现在我们已经定位到原始的数据包了 好 定位到原始数据包怎么办呢 此TCP连接 在248238号原始包吻 发出后出现重传 也就说明 拥塞点在这一刻发生的 我们把这一刻 以上的再图字节算出来 其实就已经 把网络的拥塞点算出来了 明白意思吗 所以接下来怎么来算 这个原始包以上的再图字节 怎么算 这是它的序列号 原始包的序列号 213打头的 这是长度 然后看ACK 所以它的再图字节数等于 116213 213加上1380 1380是它的长度 对不对 1380是它的长度 减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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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313是谁 是它 所以我们找到 现在问题就是 找到了原始的 这个 也就是这个包发出的一瞬间 网络应该拥塞了 理解吗 好 网络应该拥塞了 OK 所以我要把 我要把 这个包发出来的 这一瞬间的 再图字节 算出来 怎么算 应该 应该是这么算 这个包 这个包 发出去的 这个包发出去的时候 网络发生拥塞 我是不是要把 这个包发出去的 字节数算出来 减去 已经被确认了 字节数 我怎么确定 已经被 我只要收到 数据包 只要到达对端 对端是不是 就会给我确认 SCK 对不对 所以 我应该把 这个时间节点上 所有 发出去的包 减去 已经对方 给我确认的包 那就是在 在图的字节 没有被确认的包 所以我把 我这个 这个包发出去的时候 我的所有数据包的 总大小 是我的序列号 加上长度 减去 我已经被确认过的包 这个包 这个11 116的这个大头呢 是我的服务器 已经给我 确认好的包 就已经确认过的包 说明这些包 已经到了 他确认的这些包 已经到达服务器了 我把我发出去的包 减去已经确认的包 就等于现在 网络当中的 在图字节 就是我这个 这个session的 在图字节 不是太懂 你写一下啊 假设这是 这是 这是网络 我们就讨论 一个TCP session 我现在算的是 一个TCP session的 在图字节啊 它可能有很多啊 不要认为 算8000多个字节 就是现在的 网络吞吐量吗 不是的 能理解吗 我们讨论的是 一个TCP session 是这样子的 嗯 好 我们给它画一下 A到B A现在要把这个数据 发给B 好 现在已经确定了 A把数据 发给B的时候 当我 当我再 再给这个B 发的时候 发的是 呃 8000 我们把数字 弄得小一点 假设 我在给 A给B 发数据 再发8000序列号 再加1000的时候 我在给你 发这样的一个数据 的时候 网络发生了 用塞 你解决了 网络发生了 用塞 那么 我们要来 要来算 现在这个流当中 再图字节 我是这么算的 OK 好 假设 嗯 我在8000 加1000之前 它没有用塞吧 没有用塞的话 就有可能是 没有用塞啊 没有用塞 我把这个包往上 我把这个包往上一丢 它就用塞了 对不对 好 没有用塞 那就可能有正常的 ACK确认 假设B给A 在此之前 B给A 做了一些确认 做了一些什么确认呢 我给你画一下 B 在最近的一次确认 是针对 他的 B给A的确认 他的ACK是 他给他确认 确认的ACK是5000 你看懂我意思吗 看啊 就是我在8000 我在要发8000 加1000 这个包发到这个 网络上去的时候 最近的一次ACK是 B给A 确认的是5000 说明 说明5000 前面5000个字节 其实B已经全部收到了吧 B已经全部 已经这5000个字节 已经全部到达B了 你能听到意思吗 那但是 我把8000加1000 这个数据包往网络上一丢 它就卡了 懂吗 OK 它就已经卡掉了 那所以 我把8000 加上 1000 这是 这是现在 我这个流当中 总的数据包大小 减去 已经最近一次被确认了 那5000 那5000已经到了吧 我把8000加1000 我把这个包 这个包8000加1000 只要往上丢 它就卡了 说明 现在 我丢的这个包 一定是大于 网络的用塞点了 对不对 OK 那 但是 我前面发的包 已经有5000个包 已经到B了 因为B已经给我 发了一个5000的确认 对不对 所以 我把我现在往网络当中 丢的总量 减去已经被B收到的 5000 确认过的 是不是就等于 我现在在图的字节 这个应该是成立的吧 我把我现在丢到网络上 我这个包 往上一丢 它就卡了 明白意思吗 但是 我有 我原先 离我最近的 B给我确认的 SK是5000 我不管 在图还有没有 反正B到那 到货的已经有5000 我不知道中间有多少 但是我知道 只要我把8000加1000 往中间一丢 它就卡了 它就要重传 理解我意思吗 所以 我把8000加1000 算成总的 因为 我的序列号 加我的长度 我的8000是怎么来的 8000是前面 每一次往B发的 一个累加吧 明白为什么 8000 8000这个值 是不是等于 序列号 我的每一次 A向B发的 每一次序列号 都等于 上一个包的 序列号加长度 明白为什么 也就是 你的5000 也就是这个值 一定是我 现在的 网络当中的总量 每个包的序列号 8000不是随便给的 它是每一次 发的包的 一个累加 所以 我累加到 8000加1000的时候 应该就是 我网络 网络当中的总量 就是我现在的 网络当中的 总的字节数 总的字节数 加 算出来了 总的字节数 减去已经被B 确认过的 字节数 就是等于在 网络当中 发送的 还没有被 确认的字节数 总数 减去被 确认的字节数 那就等于 还没有被 确认的字节数 就是还在网络当中 传递的字节数 明白 而刚好 我算的这个 总数 又是 第一个 重传的 用塞的 减码 又是第一个 重传的包 所以 这个总量 应该就已经 非常接近 网络当中的 用塞点了 明白 为什么 只能说 非常接近 所以 我们不能说 就这么巧 这个值 就一定是 它用塞 这个值有可能 大 有可能小 能听懂吗 OK 但是只能说 应该是最接近 网络的 用塞点 明白为什么 OK 明白 大家看清楚 那么 我发 举个例子 我举实际的数值 大家看一下 我发8000加1000的时候 网络发生了用塞 所以我发9000上去的时候 其实网络是用塞了 但是 减到已经 减去已经被确认了5000 是不是还有4000 对吧 还有4000在中间 说明 我估算出来 大概网络的用塞点是4000 但是这不是 不是一个最准确的值 它不准确 为什么 假设我的网络的用塞点 不是9000 我的网络用塞点是8000 如果我的用塞点是8000 我现在8000加1000放进去 它会不会丢 会不会重传 我现在网络的用塞 用塞点是8000 我把9000的数据包丢上去 它会不会重传 会呀 我是不是总的包 是不是9000 我的用塞点是8000 会不会重传 对不对 会的吧 会吧 明白的意思吗 OK 所以减去8000 我应该用8000减去 原来被确认的5000 所以我的用塞点 应该是3000才对 但是我算出来的是4000 是不是会有出入啊 只能说 我用第一个重传的包 找到原始包 去推算出最接近的用塞点 不能说是最准确的用塞点 懂了吗 我举了这个例子 你就看到了 如果说刚好它的用塞点 刚好跟我这个包是一样的 刚好是9000 或者说刚好是8999 你把9000的丢上去 它是不是也要重传啊 对不对 它也得重传啊 OK 所以它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它是有一定差距的 我们只能算出最接近的 只能算出最接近的用塞点 理解了吗 OK 所以这个地方应该算出 这个session的用塞点 就是再图字节 应该是我的总包 减去我的被确认的 ACK 最终等于8000多个字节 这是我这个流 现在的用塞点 应该说是最接近的 不一定就是这个 听得明白吧 OK 这是一个例子啊 这是一个例子 好 这个是计算用塞点的例子 方法就在这里 大家可以自己去 自己抓包 自己找一个TCP的流 然后用我这个方法啊 就用我这个例子当中的 这种方法啊 然后去测算出 这个流 这个时间节点当中的 用塞的点 大概是多少个字节 听懂的意思吧 大概是多少个字节 OK 然后单位 你可以自己画画嘛 对吧 可以自己去画一画 它的用塞点 好 继续 计算某一网络 时开的用塞点 它的注意点 通过这样的方式 可以大概的 我们这边也说的是大概 估算出 这一时刻的用塞点 不一定准确 但是绝对有参考意义 可以取多样 对吧 最小值 来确定 用塞点 保守一点 确定 用塞点 在系统中 把窗口 限制在 拥塞点之下 很大程度 能够防止 拥塞 石口 窗口机制 导致大幅度下滑 每个系统 修改窗口的 大小方式 不一样 可以去查 好 第二点 给我们说的意思就是 我们为什么要去估算 每个时间节点的 拥塞点 我们为了把估算出来的 拥塞点 控制在 我们的 窗口 之下 我们把我们的 拥塞点 我们把我们的窗口 调在我们的窗口 之上 这里就说 系统中 可以把窗口的 限制 把窗口 限制在 拥塞点之下 也就是你的窗口 不能比拥塞点大 如果你窗口 这怎么 怎么去理解 窗口应该 我的窗口应该 比你的拥塞点 我的拥塞点 是一个 是一个 是一个门槛 是最高线 我网络最多能承载 就是这么大的 拥塞 拥塞流量 你把窗口要 如果你的窗口 比你的拥塞点 设得还大的话 有用吗 没有用啊 你网络就这么大能力 你把你的窗口 说色塞大 有什么用 对不对 OK 那只会导致重传 对就会丢 对就会用 就会用塞 就会丢 所以说窗口 应该控制在 你的拥塞点之下 如果在拥塞点之上 你会发现 经常在重传 OK 经常在重传 就会有问题 所以这也是 对TCP优化的 一个方法 某些应用 在发送数据的时候 可能会有多个TCP连接 而我们估算 优塞点 仅仅是针对 一个TCP的连接 来进行估算的 所以要推测 某应用 在网络中的优塞点 要考虑的是 相关的TCP连接 对吧 比如我们下载的 百度网盘的时候 它可以抓 很多很多的TCP的 Stream 去算它的这个用塞 也就是说 你的应用 不止一个TCP Stream 所以你不要担心 说你算出来的 用塞怎么这么小 理解我意思吗 怎么这么小 不是 你的一个流 可能有很多的 TCPStream 好 这个是估算 网络的用塞点 明白了吗 这个一定要会算 最基本的一个 用塞点 在估算 估算 估出来干啥 估出来 帮助你对窗口的调整 帮助你来对窗口的调整 哪个包是重新开始传 啥意思 就重传吗 首先先从ExpertInfo里面 找到你的重传 连续重传的包 在这里啊 前面的那个 对 那个去掉 在 在哪儿来呢 ExpertInfo里面 在补货 分析 在这 重传 这应该在哪个 分组里面 在 在这 也可以 对吧 也可以 我这里 应该在这 放那儿去了 也可以在这 用 用我们的这个 显示过滤 显示过滤器 在 tcp. 重传 就找到那个 这个吧 这就是重传 我抓的这个 OA当中 有一千多个 重传包 对吧 我们找到一个 重传 我们随便找一个 你可以自己 你想分析 你可以去找 找这个重传的包 这肯定应该是 我在访问的 我在抓OA的 这个信息的时候 有很多很多的流量 不仅仅是 我的流量 还有什么 其他的流量 我们找一个重传 随便找一个重传 OK 随便找一个重传 找到之后 找到这个 找到这个重传以后 我们看这个重传的 序列号 SQL 这个 序列号是209 对不对 序列号是209 然后我们通过 序列号的209 去找到 刚才这个 对 通过这个 通过这个序列号 TCP SQL 等于这个 找到原始报 重传的原始报 TCP SQL 继续 TCP tcp sq seq 是吧 对 seq 等于209 找到了吧 TCP seq 就等于209 是209吗 就是这个吧 就是这个吧 好 刚才找的那个重传包 其实就是 209 209 怎么这么多 我看看 这也是209 209 209 好 不一样 不一样 209 155 252 155 252 209 15252 是啥 15252 这是 有没有发现 好多个 序列号是209 过滤啥 他有很多 209 虽然都是209 你会发现 地址不一样 看到吗 就是 其实是每一个 每一个session 他是原目IP 原IP 目标IP 原端口 目标端口 他都 他都有自己的 209的序列号 所以刚才你要找 其实 我这个只是 留可能比较单一 直接找 就找到了 这两个序列号 你还是要去 根据刚才的 重传 去找原目IP 相同 对吧 原IP 目标IP 相同 包括端口 相同 我们来找一下 他对应的 209的序列号 我们找 我们找的是 这个 通过他 这是209 吧 原IP 目标 IP 端口是80 然后找出 他的原始包 你看啊 是吧 209 你就end sr 与ip ip.src 是吧 src等于 刚才那个地址是 就这个地址 223.167.105.115 是吧 然后那个 and ip.dst dst 等于 172.168.252 172.16.88.252 说明 他的 还有 原 还有原端口 还有端口 是吧 最终流 最终流吗 这个最终流 是找不到 他原始包的 我们还得找 他的原始包 F-I-I-C-K F-I-I-C-K 209 我们来看啊 到底是哪个包 应该就前后嘛 8430 我觉得应该是8419 对应该是8419 这应该是他的 这个 这个重传 对 但我们找的这个 不太好 因为这个重传 是基于F-I-I-C-K的 重传 对吧 我们这个找的 不太好 我们应该找一个 应该找一个 发送的 就是 我们在发数据的时候 的一个重传 像我这里一样 我们在找 重传数据包的时候 应该找这种 直接是 client像这边一发也好 或者这边 像client一发也好 应该是一个 实际的数据的 发送的一个包 而不是某一个 所以说F-I-I-C-K 这是结束的时候 用到的 我们应该是 中间的一个包 的一个重传 中间数据包的 一个重传 所以大家在找 重传的时候 在exportinfer里头 大家找重传 最好找一个 这样的数据 所以就这种方法 来找 exportinfer里面 找到你的重传 先选定 先选定一个 你的主机是谁 然后 原是谁 目标是谁 端口号是谁 然后再找一个 非这种 TCP的交互的包 应该是实际数据 转发的包 OK 然后再找到 它的原始包 通过这种方法 最终算出来 大概吞吐量是多少 好吧 下来一会试一下 然后这个是 用筛点 后面还有一些补充 看 有一个叫 LSO的补充 某些时候 前面用 前面的方法 确定原始包 发现不到原始包 看到呗 后面有说 为什么抓不到 原始的包吻呢 是没有发吗 不发怎么会有重传呢 仔细 继续仔细看上面的包 你会发现一些 很奇怪的现象 看一下 这个 这个要 这个要 一定要知道的 我们在通过这个 重传去找原始包的时候 你有时候找不到 那我这里就是 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这里就是通过 通过这个原始包 我这叫快速重传 对不对 我通过快速重传 去找的时候 你会发现 序列号 218300 218300 序列号 218300 没有 看到没 没有218300 的序列号 没有218300 序列号 那请问 重传从哪来的呢 没有原始 没有发 那怎么会重传呢 对不对 OK 所以 为什么 长度是 16384 这么大 这里有一个包 特别的特 特别的特殊 168 16384 16384 TCP的连接的长度 应该是一个MSS 这就是 为什么一个MSS 但是我看到的这个长度 却非常非常的大 非常非常的大 为什么 这就是传送中的LSO 叫Large Segment Offload 解释一下 什么是LSO 它是为了拯救CPU而出现的一个创意 随着网络进入千兆万兆时代 CPU的负担明显加重 对吧 然后呢 为了缓解CPU的压力 TCP把除了之前所说的 教应核的功能交给网卡以外 现在还把TCP的分段工作 也包给了网卡来处理 TCP的分段 现在不是由CPU来做了 也就是一个MSS的分段 不是由CPU 而是由网卡来做的 你解释为什么 网卡除了做TCP的MSS 还做IP层的分段 IP层的分片也是在网卡上做的 也就是说 启用LSO之后 TCP层就可以把大于 大于MSS的数据块 直接传给网卡 让网卡来负责分段工作 如本图中出现的长度是 16384的块 最后会被网卡分成MSS 由于发送方抓包的时候 只抓CPU处理的数据包 所以看到的一个非常大的分段 假如在接收方抓包 就是网卡分段的小的MSS包了 所以这里要注意一下 其实并不是TCP没有去做MSS的分段 而是我们抓的这一对包 应该是抓到CPU上的 CPU在分段之前 它是不分段 因为分段交给了网卡来做嘛 所以它会把一大 我们抓到这个包 能看到是一个非常大的包 明白 它会把这一包送给网卡 那最终在网络当中发的时候 还是被分成了一个一个一个小的MSS 听懂了吧 OK 来我们看一眼 这后面有一个 说有时候在算拥塞点的时候 需要想象出它的分段的样子 然后用老的方法计算 有时候VM上的虚拟机可以开启 LSO会成为其性能平均 就是虚拟机的网卡的LSO开启会成为这个性能的平均 关闭LSO反而会性能更好些 就是我可以去开启网卡的 我们可以在网卡设置里头去选择开启或关闭LSO 虚拟机的性能其实不是太高 我们给在虚拟化环境当中的创建的所有的小的虚拟机 虚拟机性能不高 你还让它去处理这种TCP的分段 可能会影响它的资源 所以我们一般在虚拟环境当中 会把虚拟机的LSO的功能给关掉 这个关闭的方法就是在这个地方 大家看一下 然后我们用我们的这个图 我们用抓的包来看一眼 这个也比较大 计算网络的优质点 好了 这个包也比较大 我们怎么去找它的这个多少个包 二十几万 我们说的是 我们说的是这个 是多少 几号包啊 不是啊 哦是的 三九二是吧 我们直接到这个特定的包 直接到 是到那个包来的 哪个按钮是到直接特定的包来的 这是一个重传对吧 这个重传的序列号 我们找一下 序列号是 218300是吧 218300 tcp tcp.seq seq 等于218300 看到没 没有吧 218300是不是没有这个包 它只有重传 它没有其他的 所以没有没有一个原始包 所以你就找不到 发现没有原始包 那它怎么发的呢 对不对 然后这个包我把它删掉 所以说它这个重传应该在它前面 我们往前翻一翻 所以你会发现前面有一个包啊 叫368 我们在这里要看 要分析TCP的这种 算它的这种吞吐量 优质点的时候 你最好把它的窗口啊 ACK啊 全部做成这种列 像我这样 我这边是不是做的列 长度是吧 ACK 然后序列号 把这三个做成列 这个会做的吧 把这三个做成列 然后就能看到了 就能看到 然后我们来看 368 应该是368 368 是这个 368你会发现 长度已经看到了 有没有发现 这个长度非常非常的大 长度啊 那上面也有啊 164 38 349 也很大 那么 我这个包是在什么时候抓的 是我在仿望百度网盘下载的时候抓的 我在仿望我们的百度网盘下载的时候抓的啊 那么有时候你会发现 哎 长度不应该是一个MSS吗 对不对 它为什么会这么大 刚刚说过了 它是 现在所有的系统 它会把TCP的MSS功能也从CPU解放出来 它丢给了网卡 而我们Vershack抓包是抓CPU处理的包 所以应该是不是被 应该是在做MSS之前的包 CPU处理吧 CPU处理的包并没有对它进行分段 啊 分段由网卡来做的 OK 这个是LSO 那么如果要关闭LSO 可以根据我图当中的方式去关闭 某些虚拟机最好建议关闭LSO 能保护 能保护到 并没说什么 对 美议关闭LSO